时尚第一汉奸家族,害死中国几万人,后被朱元璋下令式的威昌。 时尚第一汉奸家族,害死中国几万人后,被朱元璋下令式的威昌。 朱元璋是我国,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最痛恨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贪官,另一种便是汉奸官。 于贪官我们知道朱元璋发明了很多的酷刑与法律来惩治。 那么对于叛奸朱元,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从这个家族的经历可以看出,一二这个家族的族长叫做蒲兽庚。 他是南宋暮期的人在当时朴家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商贸家族掌管的泉州。 海上的所有贸易连皇帝都要对他们礼让三分。 后来南宋被蒙古攻破南宋的皇帝准备逃到泉州以图东山再起。 可这个时候,蒲兽庚却下令不允许宋朝皇帝进入泉州并且还将这件事情秘密汇报。 给蒙古大皇帝这致使南宋皇室以吉保护他们的将领共几万人全部阵亡。 可以说蒲兽庚却下族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汉奸家族这一点,毫不为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蒲兽家族在元朝的庇护下发展的越来越壮大。 只是到了元朝末年的时候,蒲兽庚却下又想顾忌重施,通过背叛元朝来获得明朝的青睐。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朱元璋朱元璋得知了蒲家的黑历史之后。